2 3 4 李嘉文 女26岁北京人 北京电视广播大学 护理专业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 我叫李嘉文 今年26岁来自北京 然后我的过往职业 是一个儿科护士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 吃苦耐劳 然后积极主动 有团队精神 然后敢于承担责任 还有就是 有纪律性比较强 然后我对自己的 缺点的认知 就是我对其他行业 的工作经验非常少 然后特别请老师们 给一次工作机会 还有请老师们 多多地指导 我职业规划一项 是主播 运营 还有 我觉得那个 你做什么亏心事 没有看到大家在挺激动的 就是 行 没事 没事 怎么着 这个做护理不挺好的吗 他特别 您知道那种 就是体质化的苦吗 就好像监狱的高墙一样 你当你刚开始 就是走进他的时候 你会痛恨他 然后慢慢地 你习惯了在里面生活 到最后你发现 你不得不依靠他而生存 你不能这么形容 跟监狱一样 你可不能这么形容 你这太让人有些人伤心了 有些人还消尽脑袋往里面走呢 可是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 然后觉得自己的世界就那么大 说实话做护理多少钱一个月 大概一年年薪的话在24万左右 24万 护理是有级别的吧 对 最低级别是 我这级别的 护理 再往上就是护士 你干了多少年 你怎么还没上身为护士呢 我生孩子 怎么想让国家号召 有一个孩子是吧 两个 生孩子 你老公支持你做主播吗 好多男生是不支持自己老婆 或女朋友做直播 我自己一个人 分了 两个孩子跟着你 没有一个 你是北京当地的吧 是 前夫呢 山东的 他结婚多少年 分了 对 就是一个是婆媳 一个就是生活 大背景和很多东西 致不同 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吧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顺风车 你们俩都坐后座 没有 他是司机 你跟司机怎么能落在一块去呢 没想理他 但是因为我对很多行业 都充满了好奇 因为我自己 在我从业期间 兼职了很多很多层工作 就不同的工作 我想看这世界到底什么样呢 他顺了你多久才顺走的 顺了没有撒远 挺快的呀 太不矜持了 三个月就顺走了 认准了就下手 就是一看人还 人应该还好吧 人非常好 主要是家庭的关系 这太可惜了嘛 人比较好 你不跟他家庭在一起过 你跟他在一起过 那个我公公说 就是在儿子家打地铺 也得睡儿子家 我倒是支持他们把父母接过来 可是有些东西 他处理不好 出现的这些关系 他选择面对责任的时候 往后退去 所有婆媳关系的主要特点 就是南方相对于弱势 对 你那个疫情期间 去那个湖北了吗 没有 但是我提交了六次申请 怎么就没去 因为儿科本来 就是特别紧俏的资源 就是我们要一切听党指挥 他不是说你不让你去 对 他是要一些资源性的合理调配 对 不是你个人的 因为我很努力 你去了 你估计头发也剪了 没关系 剃成兔子都可以 这话说得好 其实我们在这次 这个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有很多护士 平时特别爱漂亮 是吧 特别臭眉 但是在这次 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完全不顾自己的颜值了 对 一心一意地 在这个抗击疫情的岗位上 是这个样子的 你当时特别想去的时候 你那个心情是什么 你毕竟还有俩孩子 因为我一开始跟我妈说 就是我不敢跟我妈说 先跟我的那个 因为我离婚了 只有我自己在北京和孩子 还有一个闺蜜 我们三个生活在一起 然后我特别特别想去 因为我觉得 这对于人生来说 是一种历练 然后对自己的认知 包括很多东西 你的人生观可能就不一样了 它也不是说你光那种无私奉献 我觉得是在成全自己 那万一你要是有事还怎么办 你想过这事 我那个闺蜜就是都已经哭了 因为当时大家心里都没个底儿 然后就想你有孩子怎么办 我说正因为我有宝宝 我想给他做一个榜样 然后我儿子还说 妈妈是我的英雄 然后我就把儿子 在年前的时候送到了上海 我的妈妈那里 然后清空了家里所有人 然后自己一个人孤独的 就是在这个医院跟家的道路中穿梭 因为我也怕有任何的交叉感染 也什么的 虽然你没有去湖北 但是你在自己的那家医院 也做着这类工作 对 我在呼吸科 你觉得你要是没理 你想去湖北 你老公会知识吗 我觉得他会 他家里也不会 对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很难的人生角色 对 如果现在想让你跟他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老娘离开你也能活 像北京姑娘的说话口气 是 我可以为你系上围裙 然后脱掉我的高跟鞋 我也可以摘下我的围裙 不是离开你就活不下去 对 行 今天咱就开始吧 今天面试的是主播 你有号吗 有 不是光主播 其实我的 就是第一个是主播 那个没地儿写 写前面 你第一个到底是啥 助理 助理有两种助理 一种是特别私人的 都是一些什么出行 文件 跟秘书一样 还有一种助理是业务上的助理 管事的那种 对 能帮忙的那种 你到底喜欢做哪种 我觉得我偏向于做业务吧 假如给你一个测试 一个特别不乖的李浩阳 他今天要出门 连续出门三天 先来北京 然后再去云南 最后去到广州 参加三场经销商大会 你给他安排一下出行 我先问一下 就是您大概的出发时间 和选择的交通工具 我就那个明天出发 然后飞机 我觉得我如果是您的助理的话 我应该会提前看好 就是天气预报 给您看多个时间航班的机票 不能只盯着一个航班 因为他万一有那种 就是有一些事故 或者你要改班也转机 怎么感觉 找你当助理之后 惊心动魄呢 老问题 你发现他演讲的时候 裤子拉链没拉 怎么办 那个 很明显吗 很明显 敞开着他 送花 送花 然后呢 然后那个 点他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这做助理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做秘书那种助理 没什么问题 跑率的挺周全的 这第一次嘛 你没干过 我觉得第一次这么说 已经超乎想象了 那就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 宝宝一样照顾我 对不对 真的是 他说天气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动 我有一次就是来北京 没注意那个天特别冷嘛 就把我动的 就动傻了就已经是 如果今天有助理的话 你首选助理 主播是其次 对 助理要多少钱 助理啊 底薪不低于多少 底薪五千 有地域限制吗 能出差吗 你有孩子哦 能出差 就是最好 是你老妈现在在带着是吧 对 来两位人力资源专家 给小姑娘一点助力 通过你刚才的表现 做一个不是那么高级别的 高阶的助理 我觉得没问题 心智上面我反倒认为 可以到八千都没问题 也不必要刻意的 非要往五千压 没必要 谢谢 来第一轮选择去 还有市场的 天生活有才 准备了什么才 给大家讲故事吧 好 说吧 2016年6月 我眺望远方 那第一缕金黄 带着满身的疲惫和眷容 只为那一个个熟睡中的 稚嫩脸庞 望着熟睡中的子琼 我的心里千字百味 这是我与子琼的 最后一个业伴了 明天 她就要出院了 五岁的子琼 因患有重症脾肌炎 到我愿风湿免疫科治疗 她的消耗道 反复地穿孔 并伴有脏气衰竭 胸腔肌液 感染使她持续地高热 有一个月不能进食 只能靠营养液 来维持生命 自从子琼患病 一家人奔波于 全国的各大医院 使原本贫瘠的家庭 更加地负债累累 于是乎 一条名为 爱心捐助子琼的帖子 刷遍了全客的朋友圈 大家都纷纷地捐款 所有的治疗 检查 我们都为她精打细算 主任还特意把一个 曾经有类似情况的 小患儿和她 调到同一个房间 安排双方家长的见面 沟通 还有相互的鼓励 而她被病情 折磨得哭闹的时候 我们兜里 总会变成一只棒棒糖 小丫头特别懂事 她能理解我们的善意 不让她吃东西 她就嚼一嚼再吐出来 把自己最心爱的贴花 小心地粘在我们的胸盘上 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我们做好了一场打持久战的准备 入院的第15天夜里 子雄少有的哭闹不止 阿姨啊 阿姨啊 我痛啊 她全身大汗淋漓 遭落口不断排出新鲜红色的血性液体 对症止血扩容后 仍有持续的出血 并大量的呕血 小子雄的12到12指肠 遭落口再次穿孔 她必须要转入ICU 我知道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 但是子雄知道我们在等她 所以她坚持着努力着 一周后她病情稳定了 又回到我们科继续治疗 看到我们熟悉的面孔 她苍白的脸上 这一颗终于有了笑容 我真的被感动了 接近了死亡的残酷 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鲜活 这是我那个 下一班的那天写的文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人生并没有 很遗憾 最后的子雄还是走了 但她的微信号 默默地在我的微信里 一直躺着 从此再也没有过更新 当时我在本下写了这几个字 女子本弱 从一则强 女子本弱 为母则强 特别好 这个听完你的这个朗诵之后啊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特别不想你今天求之成功 因为我觉得做护士这个岗位 太神圣了 太伟大了 不要用这种观念去给她压力 你会发现 其实她刚才在念的时候 我对她是有意见的 就一个特别好的故事 她的语速太快 念得没有感情 但后来我发现 她是刻意那么快 她觉得她再念慢一点 她的眼泪就会多旷而出 她就没有办法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她硬生生地加快语速 让文章赶紧念完 是吧 这是一种 她自己的一种 本能的一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们不要再给她压力了 让她自己选择 我要问个问题啊 家文 您说 你认为主播是一个轻松的岗位吗 并不轻松 你认为她比护士轻松吗 并不轻松 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 你认为比你原来做护士 本专业还不轻松地 要跳出来做这个 挑战性很大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从你上台到现在 因为我是一个主播 我会认为比我做企业还要难 职场比你在护士 可能还要更加的辛苦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 其实你的形象我很喜欢 你一上来 我觉得这是我的菜 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抢你的 但我又冷静下来想 我觉得你没有想清楚 亲爱的 你明白吗 我觉得你还不理解家文 他其实是特别希望 改变护士以后 去看这个世界 去领略更多的精神 那我告诉你 郝阳 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这句话 我觉得他更不懂主播行业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在护士那个医院 地方太小了 但你知道做主播 就是守在一个三尺屏幕面前 每天坐在那 播同样的内容 你知道我没有一款产品 我从去年播到今年 我都快播吐了 好 这些事情 咱们不再去说了 主播确实很难 很辛苦 但也不是所有的主播 都有你那么焦虑 你就是事业心太强了 人家有些主播上班性质的 知道吧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但的确你选的这个助理跟主播 不会比护士轻松多少 所以你要自己考虑 你有一厢企业狗 有 谁 那个东东老师 还有这个陈维老师这边 如果现在就这两个 人留下的灯 你选谁 我可能会选择陈维老师 为什么 喜欢 好 第二轮选择期货流 有好期看了 好直选啊 多讲 还没开始 第二轮选择呢 他们自己灭自己呢 还有一个闲得没事 在这第三者插足的你看一下 李浩阳 还有三盏灯 来 李浩阳 我觉得有两个给你选择 一个是这个我的助理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销售部的这个助理 地点其实北京上海都行 来来来 成为 我也特别喜欢你啊 亲爱的 然后我给到你的岗位呢 是美在当下 现在我们旗下的MCN品牌 叫美在繁星 然后给的你是直播运营官的岗位 可能你今年 在我们的美在当下子品牌当中 做我们的社群运营官 配合前面的直播呢 我觉得你可以冲到年薪百万的 来 何东东 家文 我其实也特别喜欢你 从你一上场 我觉得你肯定是我的人 中间听了你的经历之后 中间有动摇过 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 你来我们公司呢 就是做带货主播 那我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平均 能够拿到的薪资都是两万到五万 不等 好 你自己考虑 我选择好了 去吧 不会吧 这个游戏越来越好玩了 来 我们整体新鲁弹签不上感情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老师 如果我选择您了 然后您是做这个松鼠AI教育的 然后就是在孩子教育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 游会啊 就是有没有 有福利 有 有什么 对 员工福利 我们员工的孩子有一个福利 就是说从他小学开始 我们有产品一直到高中 本来你辅导班一年大概要三四万的 至少是三四万的 多则七八万的 我们都是全面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美在当下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来来来 宝宝 来来来 宝宝要先花了 来来来 哎呀 从这上来 从这上来 哇哇哇 啊 祝福妈妈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这是妈妈是吧 嗯 好年轻啊 那以后就在上海工作了 有 有这个小心思 爸爸 看这个 哈喽哈喽 那她说 老师们好啊 去喝口 老师们好啊 哎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啊 六六六 啊 六六六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的意思 你们就回来 哇哇 OK OK 啊 好 先好好工作 把工作干好 好 谢谢啊 好 再见 主播是我现在兼职做的东西 你如果让我为了钱 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我也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并不符合我远期的人生理想 如果我是做主播的话 可能是我通过主播 这个小窗口认识这个世界之后 我可能还会去做比较